从争议圈粉王阿如纳的披荆斩棘4 奇妙之旅爱呀妈呀这瓜可真是又大又甜啊 想必大家最近都被披荆斩棘4这档综艺节目的瓜给砸晕了吧 咱们先别急 慢慢来一口一口的吃这个瓜 要说这档节目 那可真是精彩分成 高潮迭起 就在前几天 第二轮公演刚刚播出 观众们还沉浸在精彩的舞台表演中呢 突然就传出了第四轮舞台公演已经录制完成的消息 这消息一出 可把大家给炸懵了 等等啥情况 第四轮 那第三轮 别着急 咱们慢慢到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三轮舞台公演的情况 在第一轮中 我们就目睹了几位实力派选手的离场 其中包括了张远和刘端端 紧接着 第二轮又有三位选手离开了舞台 分别是张绍涵 杨和苏 以及李承炫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一下杜海涛和李佳琪这争议歌杜海涛在节目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备受关注 有网友爆料说 他在演唱爱情买卖时 竟然把歌词给改了 原本的我们不一溜他 我们都一溜以改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觉得这是在展现个性 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原创的不尊重 再说说李佳琪 这波带回忆舞台上的表现也是引起了不少讨论 有人觉得他的舞台表现力不够 唱功也有待提高 但也有人为他点赞 认为他在努力突破自己 展现出了不一样的一面 就在大家还在热议这些话题的时候 突然传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阿如纳退赛了 杉 阿如纳退赛了 这是什么情 这个消息一出 可把网友们给整蒙了 大家纷纷猜测 是不是因为节目组的安排不合理 或者是阿如纳自己有什么特殊原因 其实啊 事情的真相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据知情人士透露 阿如纳之所以退赛 是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影视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即将开机的电影《得闲锦制》 说到这个《得闲锦制》 可就有意思了 这部电影是由香港导演邱里涛指导的 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在社会中打拼的故事 阿如纳在片中饰演一个重要角色 据说这个角色非常适合她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阿如纳会选择退出《披荆斩棘4》 而去参演这部电影呢 阿如纳可能也考虑到了 自己在《披荆斩棘4》中的处境 要知道 在节目开播之初 阿如纳可是被贴上一个签 不少网友对她的参赛资格提出了质疑 认为她的知名度和实力都不够 随着节目的进行 阿如纳用自己的表现逐渐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在舞台上的努力和进步 以及在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真诚和善良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她改观 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在一次公演中 阿如纳和其他选手一起表演了一首歌 在表演结束后 她主动走到舞台边缘 向观众鞠躬致谢 这个举动看似简单 却让很多观众感动不已 有网有评 这就是教养啊 太有礼貌了 有一次 在后台休息时 阿如纳主动帮其他选手整理衣服 还给大家地水 这些小细节都被镜头捕捉到了 让观众看到了她温暖体贴的一面 慢慢的 阿如纳从最初被质疑的争议歌 变成了很多观众心目暖男 网友甚至给她起了个外号 那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亲切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另一个人 李佳琪 做带货一个李佳琪 在节目中的表现也是备受关注 虽然她的唱跳实力 可能不如其他专业歌手 但她的努力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有一次彩排 李佳琪因为动作不协调 一直在重复练习同一个舞步 即使大家都已经休息了 她还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练 这种刻苦的态度 让很多观众对她刮目相看 还记得李佳琪在直播间里的那句 买它买吗 在披荆斩棘4的舞台上 她把这份热情和感染力也带了过来 虽然可能还不够专业 但她的表演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正能量 让人忍不住为她加油 说回阿儒娜 她的退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在面对事业选择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有人可能会说 阿儒娜好不容易在披荆斩棘4中站稳了脚跟 观众员也越来越好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阿儒娜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 她没有固守已经获得的成果 而是选择了新的挑战 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 不正是我们长安于现状勇潘高峰吗 我们也要看到 阿儒娜在披荆斩棘4中的表现 已经为她赢得了不少粉丝 这些粉丝肯定会继续关注她的新作品 支持她的新尝试 从这个角度来说 阿儒娜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进取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 破茧成蝶 阿儒娜在披荆斩棘4中的经历 不就像是一只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吗 从最初的质疑声中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而现在 她又勇敢地选择了新的挑战 期待在新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不只是阿儒娜 披荆斩棘4中的每一位选手 都在经历这字简称 多海涛在努力突破大家对她的固有印象 李佳琪在尝试展现不一样的自己 张绍涵在寻找事业的新方向 每个人都在努力 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 回顾整个披荆斩棘4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不仅仅是一档选秀节目 更是一个展现人性光辉的舞台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选手们的努力和进步 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互助 也看到了观众们的包容和支持 阿儒娜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很多人的新路历程 从最初的不被看好 到后来的逐渐被接受 再到现在勇敢地追求新的机会 这不正是很多人在职场或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吗 与其说阿儒娜是退不如说 她是在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舞台 正如那句老话所个人的成功 不在于她站得有多高 而在于她是否站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于阿儒娜来说 德贤锦志这部电影可能就是她目前最适合的位置 我们期待她能在这个新的舞台上 展现出更多的才华 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我们也要为披荆斩棘4的其他选手们加油 无论是杜海涛李佳琪 还是其他的参赛选手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披荆斩四个字的含义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不仅仅是在比拼才艺 更是在展现自己的成长和蜕变 阿儒娜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未完待续的精彩剧集 每一集都充满了悬念和惊喜 披荆斩棘4的舞台 成为了她展示才华的绝佳平台 她的故事也在这里继续书写着 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舞台上 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 更多精彩的表演 更多励志的瞬间 在披荆斩棘4中 阿儒娜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何为披荆斩棘 她的每一次登台 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观众的一次心灵触动 她的坚韧步伐 她的不懈努力 都成为了舞台上最亮眼的风景线 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 看到阿儒娜的精彩表现 那时 她可能已经从一位优秀的舞台表演者 成长为一位全能的影视演员 到那时 我们会想起她在披荆斩棘4中的点点滴滴 会回想起她如何在舞台上挥洒汗水 如何用歌声和演技征服观众 当我们在电影院里 看到阿儒娜在大荧幕上一声灰 我们会为她的成长和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会想起她曾经在披荆斩棘4中的青涩模样 会感叹时间的力量 更会为她的坚持和努力鼓掌 阿儒娜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一人成长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梦想 关于坚持 关于勇气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就有可能 只要坚持 就能看到希望 只要勇敢 就能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所以 让我们继续关注阿儒娜的成长 继续为她在披荆斩棘4的表现喝彩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像阿儒娜一样的演员 能够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 展现出自己的光芒 用自己的故事 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梦想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毕竟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 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